可以與牧者、靈修、讀經 真是一件好好的事 若果他們能解答我們的問題 更加沒得撐 最近《靈情日記》 舉行了第二次分享會 一班牧者近距離解答觀眾 對聖經的問題 2月3日 《創世電視》在翠竹平安福音堂 舉辦了第二次《靈情日記》 《靈修分享會》 由港界使徒行傳的梁美英牧師 和港界羅馬書的黎石華牧師 教大家如何用這兩個書卷 靈修或現經 每一個寫歷史的人 一定有獨特的想法 而他想表達那個信息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必須留意這個位置 當保羅結了哥倫多 然後就回程上耶路撒冷 他就在哥倫多寫了羅馬書 當時我就問自己一個問題 為何第三次回程 在哥倫多寫羅馬書呢 牧師在台上分享 他如何去看過絕節的聖經 或者去看羅馬書 他用甚麼角度去看 例如說黎牧師 他是用一個宣教的角度 去看羅馬書 就不是單純從他以前 用系統神學 用一個很有邏輯的角度去看 其實牧師自己的角度又多了 我們信徒 從他們的領受 從他們的角度 我們又可以 真是可以在神的話語裡 建立到自己 就不是自己盲中中用自己的意思去解 原來有一群和我都是很有心體靈情 日記的一群肢體來的當中 再加上 原來剛才 尤其是梁牧師的分享當中來說 他很到辱 說到原來我們有沒有為神覺的事 去有一個焦急 兩位牧者亦都很支持 創西電視舉辦這類分享會 可以加強與觀眾的交流 我覺得一方面能夠給頂姐妹 或者給一些信徒 能夠再記得 喜愛她在寧修當中的一些領受 以及能夠可以盡心去了解 除了從寧修的角度 了解她的書卷 都能夠從一個現經的角度 或者盡心明白 一個書卷的角度 可以去了解 當然另一方面 能夠跟其他 一起的領受的頂姐妹 有一個美好的交通和分享 讓她再一次整合整個書卷的認識 還有可以有一個對話 大家有一個Q&A的時間 或者分享的時間 交流的時間 可能會對聖經更加認識 當日參加者亦都把握機會 提出以往讀經當時出現的問題 和靈修遇到的難題 由兩位牧者細心解答 我可以提供一對有效的方法 令我可以常保持警醒 而每集《寧情日記》 亦會有有獎問答遊戲環節 分享會當日 就頒發了特別大獎給這位朋友 他很厲害 連續40集 答中最多問題又被抽中 其餘五位朋友 他們就每個星期 答中最多問題同時被抽中 得到香港聖經工會贊助的 和合本修訂版聖經 鼓勵他們繼續努力讀經 令情日記我覺得很好 好像陪自己每天固定時間 看聖經 又再聽牧者的分享 從他的角度又更加了解 還有可以培養這個習慣 我特別喜歡他的默想和實踐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恩典 和祝福 我送了主題 我送了主題 其實剛剛大半年左右 竟然有這麼棒的機會 可以每一天都有 那些講師 這麼資深的牧師 牧者 去陪我每一天 都怎樣去看這一段經文 但如果創世電視 有這麼多節目 有兩位牧者 很細心地跟我們分析 又很有系統地去介紹 我們正在看的新約 其實是很大的恩典和祝福 變成自己更加明白 實現的話語 更加在自己行舍為行 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很感謝創世電視有這個機會 這次來到分享會的朋友 不少是從第一個經院 就開始看寧程日記 看到他們這麼有行心去靈修 和學習上帝的話語 我們都很古墓 如果之前未有靈修的習慣 記得趁著新一年 收看寧程日記 逢星期一至五 創世電視會有六個時段 播放寧程日記 記得選擇一個 最適合自己的寧程時段 收看 想重溫節目 你都可以去到 Facebook、Apps、 TheArt.cc 和寧程日記的網站 親愛的頂姐妹 不僅在過往日子 你支持寧程日記 我們都盼望你在 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繼續支持寧程日記 透過這個節目 提醒你靈修親近神 也透過你靈修的書卷 在未來的一年當中 對聖經的明白 這麼吸引你 自己去認識神、親近神 願主慈福給大家 我都希望鼓勵大家 做一次認真的 以及持續地 去看寧程日記 幫助你能夠 認識上帝的懷語 再次見你 再次見你 再次見你